什么?教堂有点不对劲,没错,小伙伴们,音效最古怪的地方就是教堂了,每个人都有问题,看之前记得把右边加号点消失,不然一会儿没看完就找不到了。 首先,教堂本身就有问题,小妖和元界来到右边的水池这,现在开始不要眨眼,小妖进入水池,接着切换元界也进入水池,此时我们是面对面的状态,切换小妖,元界在对面,切换元界,小妖也在原地。 可是,如果两人背对背的时候,恐怖的事就出现了,小妖转过身不看元界,元界也转身不看小妖,现在切换小妖。 看到了吗,元界居然跑出水池外?这是真的,宝贝们,来,现在切换成元界。 快看,小妖也跑出来了,如果你们觉得这样还不明显,现在我们换个位置,元界站在这个教堂楼梯这边,记住,背对小妖,然后切换小妖。 天啊,元界居然闪现到了楼梯上,现在小妖也站在这个位置看看,同样背对元界,最后切换元界。 怎么样,小妖也闪上来了,是不是很古怪?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教堂非常古怪嘛,不仅如此,这里的每个人都诡异得很,当小妖把时间调整为晚上七点,快速飞来教堂。 看到了吗,修女刚刚是站在新郎新娘中间,然后突然闪现在门口,并且你们看,她口中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并且,手还这样升起,是不是莫名的诡异? 再来就是你们都知道的新娘,她是一个男生,只要换一下衣服,就会露线,令人非常的无语。 还有这边的女边,小妖随便叫两个站出来。 看到了吗,她们是不是个子很小,可以说是英校最矮的女生了,比小妖矮很多。 来,小妖给其中一个换一套衣服。 天啊,她,她居然长高了,长得和小妖一样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后,我们的新郎,也非常古怪,我们随便打一下。 看到了吗,她居然有武器,这是什么情况啊? 小伙伴们,你们还发现什么古怪的事情? 记得告诉小妖哦,谈点英校诡异事件。 长高的女人,我们都知道,在英校港口附近的烧烤摊,每当晚上都会有一群混混在这儿扰民的烧烤。 吵闹到夜深,她们就会突然消失,仿佛没有来过一般。 但是小妖发现,这儿的人却有一个很诡异的事情,你们看这两个女混混,她们是一样高的,比小妖矮一些。 然而,现在小妖给一个换衣服。 快看,她,她居然瞬间长高了,是不是很奇怪? 最奇怪的,是到点后,其他人消失了,而她,她因为换了衣服,再也不会消失了。 第二件也很古怪,在下午六点的时候和小妖一起去买花。 接着来到公园的迷宫里找到突击对白,把花送给她,讨好她,让她跟着自己,然后讨好突击对黄,让她也跟上自己。 现在小妖来到城堡顶层的温泉这儿,把她们呼唤过来。 看到了吗?两个人露出圆形了,都非常的吓人,一个似乎是秃顶的戴着粉色假发,另一个干脆不戴。 翻着白眼,直接露出放个后脑勺,这都是什么怪物,小妖都快吓死了。 古怪的平衡车,校园的左侧有平衡车,当小妖把三只叫过来一起玩耍的时候,小妖和三只说再见,就会看到三只自己骑着平衡车走了。 当三只走到平时消失的下水道旁的时候,快看,先是三只消失了,平衡车无人驾驶起来,接着车居然穿墙不见了,但是三只却又以这样诡异的姿势飘移了出来。 这时候的三只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乱窜,三只这是要去哪儿呢? 盘点音效隐藏玩法 我们都知道,在和牛餐厅和三只说再见,它会奔向大海,让个一个人惊惊。 而这时,我们随便传送到一个地点,再呼唤三只,就会发现。 逍遥,你看,恶敌用机怎么样。 还没完,如果这时,我们去开车,就会。 三只,你坐下来。 恶不,这样两款。 当然,如果这时你去骑电动车,会看见更离谱的一幕。 三只,你就不能好好坐下来吗? 当然,骑自行车它也不会好好坐下来了。 我们带着三只一起来城堡骑马。 三只,你离我太近了。 嗯? 我害怕。 接着,去高级公寓坐电梯。 逍遥,你在干嘛? 这时,你会发现,小妖悬空了,而三只自己在骑马。 那不会骑马,那好害怕。 呀! 这时,我们切换元件来到高级公寓,居然看不到小妖。 小妖,你去哪儿呢? 这时,传送到便利店的十字路口,会看见。 小妖,你躺着干什么? 有人。 进入游戏后,立刻传送到校门,接着往左边飞,飞到马路这,站着等待一会儿,大概率会看见一场车祸。 看见了吗? 如果我们没来,这一天也不会发生什么。 但正因为我们到来,有了不一样的一天。 太可怕了,我居然和骨头成了朋友。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和骨头去PK,一连串可怕的事情就是那时候发生的。 当时我把她打碎了,接着小妖就抱起她,传送到了体育馆。 看到了吗? 小妖现在手上抱了个空气,但是你们看,这个骨头怎么跑到这个女孩的肩上了? 接着小妖点击动作,骨头就掉了下来。 然后你们看,她就这样一直滑行。 慢慢地消失了,就剩下睡觉的符号。 当时小妖对着空气一抱,她又出现了。 然后小妖去光圈换了一身衣服,骨头又跑到别人的肩上了,就特别奇怪。 接着小妖抱起骨头,来到医院,给她治疗,注意看。 这时小妖用三位蒸火烤她,接着搬运她,这时拿出一个轮椅,或者婴儿车也可以,当我们推轮椅的时候。 骨头,骨头就站起来了,哎呀,被打碎了。 这时候复活发现,骨头被跟着传了过来。 我们就用火喷倒她,再抱她推轮椅。 这时,我们点击互换的时候,会发现跟随的人里有一个骨男银。 你们看这时骨头的大小还是挺正常的。 那时小妖就去体育馆换回了衣服,接着去咖啡店的时候,点击互换骨头,突然发现这个骨头居然变得超大。 你们看她就像个巨人,不过这时的她很温和,变成了小妖的朋友,一直守护小妖,而且最最奇怪的。 她居然会骑车,护送小妖骑自行车去上学。 这时你们看小妖上学,她一直在教室守护。 不欺负人,不过你们看这时候。 小妖也变得奇怪了,居然腾空上课,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啊? 天啊,鹰校里有鬼。 没错,小伙伴们,樱花小镇真的不是普通的小镇,这里有阿飘。 真的是阿飘。 超可怕的,来,和小妖一起开车去看看。 我们沿着这条路开。 走到镜头往左开。 开进隧道。 注意看,就在刚进入隧道这里。 就会看到女阿飘,看到了吗?移动的速度超快,比汽车还快。 而且,你们看她是坐着的腾空飘起来,登上她。 快看。 她一到隧道这边又会掉头。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隧道来回飘。 她是谁啊? 你们说她为什么会被困在这个隧道里来回飘? 她曾经遇见了什么? 天啊,鹰校的三只不是人。 没错,小伙伴们,小妖发现了三只的三个秘密,实在太恐怖了,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首先,小妖现在去游乐园和三只说话,接着抱起她,传送到小木屋,点击动作放下。 看到了吗?三只居然消失。 接着回到游乐园。 快看,她居然还在游乐园,就像从没有离开一样,这还不是最奇怪的。 继续看,现在让三只睡觉。 然后抱起三只,传送回小妖家。 现在来到浴室这个位置,放手,看到了没? 哇,这个挂掉的三只居然可以穿墙。 然后现在把三只抱到原界车棚这里。 然后扔下来。 看见了吗? 三只居然消失了,就剩下这个睡觉的符号。 仔细看,三只人是不见了,但是影子还在。 这三只肯定不是人,太恐怖了。 这一只肯定不是人,太恐怖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三只肯定是不见了。 这一只肯定是不见了。 这一只肯定是不见了。 这一只肯定是不见了。